一項調查顯示在病毒蔓延期間 全球16億人恐怕將會失去就業機會 但是這場疫情對超級富豪來說影響似乎不大 儘管泰國曼谷同樣是封城 但是只要有錢 富豪們還是可以在家享受美食 當地的一家公司就為顧客提供白手套外送服務 用豪華房車把多家高檔餐廳的精緻美食 送給客人來品嚐 而諷刺的是 曼谷的很多小餐廳還有電照送餐員 卻在生活邊緣掙扎求存 相關疫情限制了許多人的自由 對於超級富豪來說 疫情只是帶來行動上的不便 他們的生活沒有多大改變 因為泰國一家禮賓公司銀行俱樂部 趁機調整服務範圍迎合市場需求 他們提供20多家頂級餐廳高端美食外送服務 不少餐點都出自於豪華酒店及米其林餐廳等等 其中包括和牛 海鮮及點心等餐點 專業管家穿著西裝戴上口罩和手套 坐在由司機開的豪華房車內 把食戶帶到客戶的豪宅或辦公室 然後就開始擺桌營造高檔的餐廳環境 白手套外送服務創辦人賈卡彭表示 他們的客戶主要是銀行VIP的高淨值資產人士 當銀行賬戶有至少100萬美元時 作為獎勵計劃一部分的禮賓服務 將會自動生效 客戶們都表示 白手套外送服務讓他們吃得安心 同樣在曼谷 但是這裡卻有另一番景象 許多小餐廳因爲疫情生意猛跌80% 但是為了讓電照外送員賺錢糊口 小餐廳也忍痛讓外送員抽成30% 泰國是全球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隨著疫情掀起的失業潮 貧富鴻溝持續擴大 當地有2200萬人登記領取政府提供的援助金 每天也有數百人在曼谷街頭等著捐贈食物 和我國一樣 泰國今年也可能面對經濟萎縮 這也是自1997年後最嚴重的亞洲金種危機 NTV7綜合報導